6月14日,韩国水源地方法院将举行因涉嫌毒品而被拘留的艺人朴友天的首次公审 同样涉案的黄河纳也有可能作为证人出席,与朴友天当庭对质 朴友天涉嫌今年2月至3月期间,与前女友黄河纳一同分三次,购买共1.5克冰毒 并分七次使用了其中一部分,警方掌握了监控录像等证据 朴友天的毛发检测也测出了阳性反应,而朴友天本人也承认了所有吸毒嫌疑 目前朴友天与黄河纳对购买毒品、吸毒次数等犯罪细节的口供不一致 朴友天会在今天的庭审中有什么样的主张受到了广泛关注 非法娱乐时时报道